奇怪,老师问那一张电话怎么都不通呢? 侯友宜表示,学生即时通APP启用后将辅导各校推动,预计110学年度,国中小全面实施。 我们学校的老师,在点名的时候,就透过APP就可以即时接到信息,然后会诊用智慧化,即时通知我们教育局。 新北校园通APP启用,新北市领先全台推动学校数位点名的县市,APP包含学生请假,课堂点名,学生安全及缺勤管理数位化四大功能,提升家长、教师与学校在亲师合作的便利性。 我们学校智慧化从教学,生活的管理,以及所有行政流程的作业,都是要随着时代的进步,用智慧化的管理的方式,以及智慧化的沟通协调的方式,让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教育体系更加的完整,更加的健全。 新北市教育局补充说明,新北校园通APP拥有多达19项功能服务,除基本学生请假、成绩查询及午餐管理等,还有学杂费缴费功能,未来将努力创新,为学校、家长打造更进步的智慧校园环境。 记者曾经家吴志恒,永和报导。